玉璃警分局春日派出所的两名巡逻园警 在经过了玉璃镇得无礼的时候 发现了一名民众癫痫发作 躺在地上不断的抽搐 玉璃是紧急的上前协助 并且通知19救护人员前来协助 将证明女病患紧急的送医 索性并无大碍 玉璃分局春日派出所两名园警巡逻 经过玉璃镇得无礼的时候 发现一名民众癫痫发作 躺在地上不断抽搐 玉璃赶紧上前协助 给他止血一下吧 给他压一下 有没有多 有啊 给他加压 远警表示苏信民众本身患有癫痫 在工作时突然面部筹地发生抽搐 在等候消防人员抵达时 生怕苏信民众倒地后呕吐物倒流 赶紧将苏信民众测躺成不舒适 维持呼吸选程 你先坐着啦 你刚跌倒了 你先坐着 等一下就撤回来 帮你处理一下 不好 要去哪里 没事没事 先休息 玉璃班局长林俊廷说 苏信民众就医之后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家属相当感谢警方的协助 警察执行勤务 欲有民众需要协助 及时伸出援手 给予事实关怀 民众感受警察的敬业跟勇心 记者高双双玉璃阵才帮够动